背叛他們的選民,想要跟民主黨一起擴大政府,奪取守法公民保護自己跟自己家人的權利的共和黨人有誰呢? 德州的John Corney,參議院的少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 Missouri的Roy Blunt, 北卡的Richard Burr,West Virginia的Shelley Capital,路易西安娜的Bill Casby, 緬英州的Susan Collins,愛德華州的Johnny Ernest, 南卡的Lindsey Graham,阿拉斯加的Lisa McCoskey, 俄亥俄州的Rob Portman,猶他州的Mint Romney, 北卡的Thom Thillys,跟印第安娜州的Todd Young, 這個投票結果最噁心的不是這些人妥協了加入民主黨的行列, 有的時候他們的確是為了要顧局大局,為了黨而妥協,加入民主黨, 特別是在這些左右搖擺不定的這個子州, 最噁心的是他們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加入了民主黨的行列, 就跟一開始提到的一樣, 整個政治方向都倒向共和黨,就連CNN選戰的專家都會說, 會有Red Tsunami,紅色海嘯席捐整個美國, 民主黨聲勢低迷,民調也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是支持持有槍支的, 是有支持持槍權的,就連左派都開始支持持槍權了, 這就是每次共和黨的人上台做的事情, 他們不願意使用他們的權力去做任何正確的事情, 而且會自己主動的放棄權力,幫民主黨做事。 Texans are disgusted and outraged by what happened at Robb Elementary, and they want Congress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prevent the loss of more innocent lives. I don't want us to pass a bill for the purpose of checking a box. I want to make sure we actually do something useful, something that is capable of becoming a law, something that will have the potential to save lives. I'm happy to report as results of the hard work of a number of senators in this chamber, that we've made some serious progress. 是的,這次德州的人民對這次的校園槍擊案感到非常的憤怒, 而且無力啊,所以需要美國政府來救救德州, 德州的人軟弱,無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棄自己的持槍權, 來讓政府來保護自己,只要我們沒有槍了, 壞人就不會有槍啦,只要我們跟民主黨合作了, 就不會有壞人啦,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進步, 我們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 生活很好,感謝國家,感謝黨啊! 這個是德州的民意代表說的, 他代表了德州的共和黨嗎? 他代表了德州的人民嗎? 我們來看一下德州人民是怎麼回應的, 以下是他參加德州共和黨大會的情況, 不然是個非特色共和黨伴 Bennett, 連黨人之間又會有權力、 因為現在在 Nered? 我們也會要跟中國共和黨伴的 共和黨伴,軍特派,共和黨 停止 為國家去組合黨的權力, 要請 Crawford上張暴力, 往上和約南人多的支持? 我們要拿著武働。 自衡地弱 the罗四 within室室 I told you she said the client card out loud -they're coming for your ARS and your shotguns I mean they probably would confiscate your air rifle and your BB gun but they could too but here's my guiding principle make sure good people have guns and that bad people don't 对啊 我们也希望世界可以这样运作 好人有枪坏人没有枪 好人有能力坏人不要有能力 好人有公民权但是坏人不能有公民权 好人有核武但是俄罗斯不要有核武 这个是每个政府都承诺的事情 特别是极权政府 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社会呢 就是好人都没枪了 好人没办法保护自己 好人变成一堆软绵绵的棉花糖 坏人有枪 坏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坏人想杀人就杀人 坏人想威胁人就威胁人 好人如果有幸活下来的话 把坏人告上法庭去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坏人可以贿赂政府 坏人可以买通政客 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政客想做 但是不能做的事情 坏人可以帮他们做 好人对于坏人的控诉 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政客已经被买通了 坏人不会被神之以法 他们可以用几万块钱 买你家的人命 庭外和解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政府会说 坏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人一直被打压 所以我们要清除这个社会的坏人 就会发生一堆什么 扫黑 扫黄 扫毒 扫这个扫那个 直到政府可以掌控一切之后 连坏人都不存在了 政府就会露出他真正的面貌 原来政府就是那个 我们最害怕的坏人 因为之前的坏人全部都参政了 千万要记住 世界上没有一个坏人建立的集中营 没有一个坏人建立的劳改 没有一个坏人建立的再教育 种族大屠杀 种族清洗 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做的事情 而且都是在人民没有任何一点反抗能力的时候做的事情 一开始提到的14个要跟民主党一起建立大政府的叛徒 也是共和党最会做的事情 就是背叛自己的选民 挖坑给自己跳 最后失去所有的权力给民主党 这整个法案最邪恶的地方 是一个叫做红旗法 Red Flag Law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人只要跟你有接触 都可以告发你是个恐怖分子 警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正当程序就跑来你家 把你家抄了 跟不息时期的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一样 你想要攻击某个人吗 你只要跟警察说 他这个坏人啊 你投给川普 恐怖分子 你喜欢买枪 恐怖分子 你尊重美国宪法 恐怖分子 你是基督徒 恐怖分子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恐怖分子 如果年纪大一点台湾人就可以知道 当时戒严时期的模样 你要陷害一个人 你只要跟警察说 他是共产党啊 他通牒啊 他台独分子啊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警察就会把那个人抓走 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一样 他反革命啊 他资本家啊 他地主啊 抓起来 Red Flag Law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法律 跳过正当程序 先抓起来再审的法律 是彻底违法违宪反人权的法律 是政府使用一个 枪击案来夺取你的天赋人权的法案 保护自己的权利是神给我们的 不是政府 既然这个权利不是政府给的 那为什么政府可以剥夺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仲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组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代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 详细情情换到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